有這個韓國瑜的支持者啦 當然就是會有一些批評跟攻擊啦 那他們當然還是 的論點是說 你們初選輸那麼多了 還有臉出來 還輸17% 還有臉出來 就是 回到這個 大家常常在質疑我們的 就是願賭不服輸這件事情 但是呢 郭董有聽過這樣的論調嗎 有吧 有 這麼多人講怎麼可能沒聽到 那個節目一天到晚討論 所以他也會看喔 對啊 他會看這論節目 而且邊吃飯邊看喔 真的啊 對 所以以後好好講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心情的起伏並沒有很大 因為 這個聲音其實已經瀰漫太久了 那 我要強調的是說 我們要去看的是 到底是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還是政黨利益大於國家利益 很多人就會批評說 他 既然覺得初選不公 他當初就不應該要去參加初選 就跟黃金平一樣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他就是一個政治素人 他當時進去國民黨中央的時候 內心是很澎湃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是很愛國民黨的一個人 當國民黨有危難的時候 他是 二話不說就 請全力相助 對 所以你們到9月17號之前 是鐵了心了 不會再跟吳敦義他們見面了 呃 應該是說目前的時間點安排 的確是排不進去 那最近也沒有在 其實有心 有心就排得進去啊 對 有心你再忙你就會來上我們的廣播啊 對 然後就會變成說 那形勢的問題嘛 你要見是公開見私底下見 嗯 你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我們真的要參選 找副手都來不及了 我怎麼還會有時間去跟你搞說 你的形勢怎麼樣 然後我們要怎麼談 談一些什麼 要公開私底下見 真的我覺得這時間點不是很適合啦 好看起來9月17號就也不用再 吳 吳 吳郭會這個就不用了 是這樣吧 我跟你講中間真的陸陸續續有很多人 來傳達一些訊息啦 對 那我們也都聽到了 也有把我們的 呃 意識傳達給對方了 嗯 那當然 這部分我覺得我們就不要多做琢磨啦 就是 現在球是在國民黨那邊嘛 就看國民黨那邊怎麼做 那黃金平王院長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一直講到說 你們好像要把他踢下船 然後他就不會送 然後自己現在要組成這個第三勢力大聯盟 哦 沒有啦 哦 你看 那個真情流露聲音就啞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真的沒有 其實 呃 彼此幕僚的溝通管道是真的還蠻順暢的 嗯 所以我昨天有講說 其實 到底這個排王的氣氛是怎麼傳出來 就是 寫這個的記者是有在我們陣營裡面嗎 嗯 是從哪一個點 哪一個線 哪一個面 觀察到說我們在排王 嗯 如果沒有排的話 那為什麼院長感覺好像要一直要出走 自己再去組什麼第三勢力大聯盟啊 那跟你們合就好啦 啊 就不知道 或許 或許王院長 王院長自己不是有講說 上天會給他一條路嗎 可能上天有給他什麼指示啊 嗯 所以他才一直對外這樣子講 這個我們沒有去跟他求證啦 也不方便代表他發言 但事實上 如果說大家真的對他的說法有興趣 真的可以去問問他啦 柯柯說要當你們的副手 他說他其實也不是完全這樣子講啦 他的意思是說 呃如果真的是沒辦法的話 然後這個是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 我覺得從他這個談話啊 我自己的解讀啦 我自己的解讀 因為因為我也沒跟柯市長問過這件事情 我自己的解讀是 可能柯市長也有點急啦 因為之前我們不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副手人選嘛 對 那如果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 不然就我來 就可能會像這樣 因為他的最終目標是希望說 郭台銘可以出來選總統嘛 他也說 郭台銘是一個很好的總統參選人嘛 他自己說過這種這種話 所以他可能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啦 喔當然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啦 他也希望就是說 柯粉的票可以移給郭董 嗯 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不一定柯粉 柯粉的票會完全移轉給郭董嘛 現在柯粉的票移轉給郭董 還沒有想到這一部分 還沒有 對啊 就 你 我 我真的覺得齁 就是 有說要選了之後才講 所以 柯文哲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會感覺說他自己有點急 他很怕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萬一真的副手找不到 那是不是就 就不選 對對對 所以我才說 之前都還會有很多變數 副手也是變數之一啦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大概也是有考量這一點啦 副手大概也是變數 所以他自己跳出來說 哎呀 沒辦法自己來啦 那是郭柯配 拜託我們之前被傳染了好多配喔 還有林志玲配喔 哈哈哈 還有那個 陳佩琪啊 對啊 就很多啦 好啦 所以我們都還 真的還要再想 想清楚啦 昨天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剛好這個國民黨有幫你們算 就是說如果 算什麼 就算 因為你要宣佈參選日期 你當然要有個黃道即日啊 那從現在開始 大概看看只有13號 中秋起義 中秋節是 量成即日耶 14、15、16、17日子都不好 對 那所以你們會care這件事嗎 那我跟妳講 我就先預告一下 就是我們中秋節 因為媒體朋友也都很辛苦啦 然後之前 郭台銘先生跟媒體的互動 可能也不是互動的很好 他也覺得很抱歉 對 那 我們會準備一份小禮物 給記者朋友們 那這裡面呢 我們就在思考說 欸是妳要買 妳們要夾紙條喔 要不要埋這個梗 把紙條夾進去 然後就說 我們要起義的 類似那樣 哇塞 就開個玩笑 因為大家都一直說 這不好笑吧 記者 而且妳不要送鳳梨酥喔 不是 妳可能會跟得 我們應該會先送給柯市長 因為柯市長說 要等收到月餅之後才知道 所以我們應該第一盒 會送給柯市長嘛 所以妳們有 真的有打算有這個梗喔 就在月餅裡面藏紙條 大家開玩笑的啦 不見得會這樣做啦 但是就真的還蠻好玩的 然後趁著紙條來宣布 妳要參選這件事情 對 所以也沒有說什麼看 農民力怎麼挑個黃道吉日 其實沒有啦 這個國民黨其實 還蠻憂心我們的動態 我們自己都不憂心了 他們怎麼憂心這麼多 真的不好意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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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